第二部分是有關 過年跟元宵節的活動 包括走春祈福 包括燈會 那麼包括這個 我們的這個提燈採接 或者是營財神等等 各地方辦的節慶 那麼走春祈福就取消 那其他元宵節的活動 所有的動態活動都取消 那可以保留靜態的 但是原則上要減少 這個群聚的機會 所以動態活動一律取消 另外我們春節到元宵期間 那其他的人團社區的活動 也一律展延到元宵節以後 那麼是疫情狀況在決定是否恢復 所以簡單的說 春節元宵活動都一律要取消 那減少我們在這段時間的風險 那我想移工一樣會有社區的足跡 所以目前我們不管是 自貿港區內或自貿港區外要同步防疫 那麼港區內那是目前群聚的熱區 因此要進行這個擴大採檢 那港區外因為有社區的足跡 一樣要進行社區篩檢 那我們也呼籲所有的民眾 那麼可以利用各採檢站來採檢 目前桃園已經 昨天採檢站9個 採了2499位 那目前是沒有採檢出 這個陽性的確診個案 但這段時間仍然要進行高度的健康的監測 因此北區會偵測這個採檢站 另外北區的各診所 那麼只要發生上呼吸道症狀的民眾來看診 那麼一律要做採檢 那確保這個健康監測 可以這個到達預警的作用 好這個是有關這一次亞序電腦 以及遠雄自由貿易港區 群聚感染的這個事件 雖然是以移工為主 但是移工跟其他的員工 一樣會有接觸 一樣會有互動 所以這個確診個案 不會限定在於移工 所以要請所有的民眾 廠區的這個員工等等 都要提高健康意識 那該採檢的要儘快去採檢 好那等一下呢 我們10點鐘 會在遠雄自由貿易港 來看這個大傾銷的情況 那後續的工作 下午我們3點鐘 市政府的部分 會進行這個疫情 以及防疫工作的說明 好謝謝 謝謝市長的說明 今天的記者會到這邊結束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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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